撤离对抗你必须知道的三件事 指挥官竟然可以无限开启护盾 首先是战利一世的两个隐藏玩法 很多人玩战利一世的时候 治疗都是直接按一下原地回复的 但其实我们常常治疗 会出现和投资物一样的抛物线 这样就会把技能丢出去 实战中非常有效 远程给队友安排健康值 接着我们来到这个房间里 对着柱子摆放一个医疗阵 这样就可以直接胖爬进入柱子里 不过只能在特训脑玩 实战中是进不去的 接着是指挥官的无限开启护盾 学会这一招 你就能在超低队干中持续用护盾 目前这好人还不多 建议双击收场 众所周知 指挥官在超低队干中一直不受欢迎 因为他既没有位移也没有高爆发 即使是最普通的护盾技能 冷却也长达45秒 那么如果能无限示范护盾技能 你学还是不学 方法很简单 只要在示范护盾时快速点击强化技能 再点取消强化 这时三弹有护盾 而且技能也不会进入冷却 因此可以无限示范护盾 在实战中非常有效 学会的小伙伴快去试试吧 拜拜